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位观众和来宾 每个人的心里可能感受都不一样 那么马上就要到来的2018年 会是什么样的市场走势 热点究竟在哪里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到的话题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现场的几位嘉宾 他们是 海通证券研究所的所长陆颖女士 欢迎陆女士 华夏基金投资总监杨坤先生 东方港湾董事长淡斌先生 欢迎几位 另外在我们观众席的前排 还有两位我们特邀的来宾 他们是 华商新安灵活配置基金的基金经理 赵圆圆女士 另外一位是 雷石投资的合伙人 柴朝明先生 欢迎几位 好 在今天的一开始呢 请我想先向各位呢 问一下各位在2017年 截止到目前的投资收益 先做一个小调查 各位在2017年 投资亏钱的 请举个手好吗 就这几位吗 只有这几位吗 好的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勇敢地举手 赚钱的请举个手好吗 让我们看一下 那也不多 可能大多数人都是 都是平手的状态 那么呢 希望在今天 这个论坛结束以后呢 在明年我们再做这个调查的时候 相信更多的赚钱的来宾 可以举起你们的手 好 在今天的一开始呢 我们再做第二个调查 这第二个调查呢 说的是 在座的各位 预测2018年 这个究竟是会涨呢 还是会跌 请各位举起你们的小牌 好吗 好 我发现有人说上涨 有人说下跌 大家都不一样 总体来说 还是说涨的多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我们先请问几位 为什么说上涨 为什么说下跌 前排这个红衣服的女士 您能先跟我们说说 您为什么举上涨的这个牌子吗 觉得还是看好整个中国基金 未来的发展趋势吧 我个人是比较长期的那种 价值投资的这种理念 所以是从长期的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您旁边这位穿黑衣服的女士 果断的卷 举了下跌的牌子 您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还没有跌到价值区间 估值还比较高 您认为还没跌到位 是这个意思吧 对 还没跌到位 好的 可能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呢 都有每个人的自己的一杆秤 我们再来问问台上的三位嘉宾吧 三位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当然了 问三位专业投资者呢 我们可能难度要提升一点 不光是说是上涨还是下跌 还要好好说一说 究竟是什么样的指数 几位更看好 什么样的指数 几位觉得涨得能最多 在马上就要到来的2018年 好吗 请各位拿起手中的题板 写上您看好的指数 我估计呢 这个几位可能得出的观点呢 可能跟我们大家心目当中的不太一样 我们相互做一个印证 稍后呢 我们会请大家再举手表决一下 先从女士开始 陆总您先说 您先给大家看一看 您看的是上证宗旨 您觉得上证宗旨是涨是跌呢 我觉得明年应该大部分指数都是上涨的 但是最看好的是上证宗旨 为什么呢 您能简单说一下理由吗 因为作为我们卖方的讲理由 总得讲一讲背后依据的逻辑 其实我记得我们在2016年1月27号 当时那个上证宗旨是2638点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当时有一个报告 就是断言这个熊市会结束 当时其实主要的这个逻辑依据 就是基于盈利 就是认为那个时候 基本面上市公司的盈利 成为整个市场的核心变量 而且我们也看到 正是因为上市公司盈利的不断回升 也推动了市场中枢的这个回升 而且这个趋势我们认为在18年仍旧会延续 好的 谢谢 杨先生的观点呢 护身300 市长是低 我们也看好市场上涨 但我们相对来说看好护身300的 那这样的一个市场呢 大家经常说这个是龙头的市场 蓝筹的市场 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对的 这个从经济增长 包括刚才咱们陆里是解释的一样 这是一个盈利推动的市场 但我想强调的是 展望明年的时候 那相比今年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 是因为今年我们实际上看到的这个蓝筹 大家经常定义的蓝筹 可能每人想法不太一样 但是今年可能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估值的提升 是在他们盈利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这样的一些相对来说 较大市值的这个股票的估值提升 如果我们放到一个更长的期限里面来看 事实上它是从13年到目前 13年6月份 小凡股创业版指数见底 一直涨到了15年到6月份 涨幅将近五六倍 在那样的一轮流失里面 大凡股是严重落后的 等到市场转弯过来的时候 等到15年6月份以后 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 那么创业版指数 走上了慢慢的估值回过的过程 那实际上 今天我们看到17年 大凡股的系统性的估值的提升 也是整个估值体系修复的一部分 但是放到展望18年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样一次性的估值修复 可能很难再成为18年市场推动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所以从整体上面而言 我们会看好市场上更多的大范围的成长的一些的股票 我们认为明年 其实跟今年在一个意义上是一样的 还是要去寻找业绩的增长 而不是寻找估值的提升 所以我们看好护生三百次数 好 谢谢 单斌先生觉得市场是跌 我是选央视50 你也觉得央视50会上涨 今年是涨得最好了 据说涨了40% 这个我是看涨的 我觉得企业的或者是整个市场的长期表现 还是依赖于盈利来推动的 就是说所有的商业模式 不仅仅是中国 包括美国 比方说像纳斯达克的 Facebook 亚马逊 谷歌 苹果 微软 这个这五家公司占的总是42% 在美国如果你不投资这五家公司 可能也是很难盈利的 而且它的牛市持续了8到9年的时间 那我想呢 这个转换呢 并不仅仅是2017年的主题 我觉得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变化 而且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发展了27年了 也到了转折的时期了 我们很多人所想象的这种切换 可能呢 这个切换很难再实现了 既然是一个转折期的话 我认为呢 2018年是一个成前起后的一年 那么应该说是中国的蓝筹企业 就像我们在海外市场所感受到的 应该是一个长足的发展 和长足的估值的一个价值的体现 而且呢 它的估值的回归不仅仅应该是2017年 应该2018年 甚至是更长远的变化 另外2018年可能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中国加入MCI 就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 那我们看到全世界的长钱大钱 它是围绕着蓝筹股 主要的这个结构是围绕蓝筹股构建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呢 2018年更可能的情况 是持续2017年的情况 所以说我选择了这个央视50 而不是上证50 因为我觉得我们央视50选择的股票 比我们上证50还要好 您不能因为您在央视的舞台上 您就说央视50 您是真心的 真心的 您是真心的就好 这个刚才呢 几位都选了自己的认可的指数 然后都说是上涨 请各位从陆女士开始 能不能给我们预测一下涨幅 究竟是多少 先从您开始好吗 您说的是上证指数是吧 说个百分比也可以 说个点内也可以 因为我们刚才讲是业绩推动 我们预测是13.5%的 整体A股的金绿润的增长 所以我们预测这个指数 可能也是15%左右的一个增长 然后如果市场情绪好一些 可能会涨得更多 所以15以上是肯定是有的 这是您的判断 梁先生呢 您选的是护称300是吧 护称300 对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 截止到上个周末吧 虽然各个指数表现不一样 但是我们作为基金 就是我们作为基金投资者 如果我们把股票性基金 和偏股性基金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 在过去一年 他们的这个收益的中位数 应该在15%左右 这就是我们基金 叫上了一个答案 可能比上涨指数 表现稍微好一些 那么展望明年 就刚才我说的 就是说我们觉得明年 还是要去赚盈利增长的钱 但是可能估值的提升 包括单筹股的估值的提升 可能我们没有像今年这么乐观 所以我觉得如果按这样的一个预估的话 我觉得大概率 基金明年中位数的收益率水平 应该在10到15之间 10到15之间 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的 那么从我们自身的研究的 这些股票来看 主要是集中在我们央视50的 这几只股票来看 未来的明年应该大概率 盈利增长在20%到30% 所以说我选的明年的上涨 应该在20%到30%之间 其实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 其实我们这个央视50指数 今年上涨已经超过了40%了 在这个前提之下 但斌先生还是觉得明年 还能涨20%以上 所以说呢 但先生可能是一个 在我们在座的里边 比较乐观的一位了 我们看到三位嘉宾呢 每一位关注的焦点都不一样 关注上证的 护身300的和我们央视50的 我不知道台下的两位互动嘉宾 二位怎么选 如果这个问题给二位 二位会怎么选 赵媛媛先开始 好吗 我可能比三位嘉宾的话 稍微悲观一点 我看上证指数的话 是一个震荡上行 然后看明年的话 我认为可能明年的一个 整体经济体的增速 也就是GDP的话 会跟今年差不多持平 或者略为好一点 但是呢 我考虑到 我自己对货币这块的判断 可能是比今年 还要更加趋紧一点 所以我判断 上证的涨幅应该是5%到6%之间 这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好的 谢谢 柴总有补充吗 我补充一点 因为我们是做一级市场的基金 实际上就是PE基金了 应该说一级市场的估值 对二级市场估值 对一级市场应该不是有直接的影响 但总体看呢 还是有一些相关性的影响 那就我们那个关注的行业来讲呢 比如那个高端制造业和消费升级 和消费转型设计的行业来讲呢 从过去两年来说 整个一级市场的估值呢 实际上是一文中有身的 所以呢我觉得 从侧面上也能证明 就是说大部分的一级市场机构 对二级市场 未来两三年的这个增长 是持一个正面的态度 估计就我个人来说呢 明年的涨幅 我估计在10%左右 我想问一下 我们台下的各位来宾 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问台上的三位吗 给大家提问的机会 有吗 请 嘉宾您好 我是大爷信托的 然后就是最近资管新规的 那个征求意见稿中说 打破刚性兑付 这个问题大家都比较关注 然后所以呢 我想问一旦这个 雇收类的子管产品 打破刚性兑付的话 对这个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 或者说是利好 二位都来答一下吧 女士优先好吗 好 您这个问题其实让我想起了 就是刚刚参加的另外一个论坛 也是在问2018年 我们更看好哪一类的资产 是固定收益类的 还是房子 还是股票 当时在场的六位 大概这个研究所的领导 基本上都选了这个股权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 我为什么联系 我们前面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这对股票市场 应该是一个利好吧 就是让大家真真实实地 挣企业盈利的钱 真真实实地挣这个 像杨总 淡总他们这个资产管理人的 专业水平的钱 好 谢谢 杨总要补充 我觉得就是大家 在资管新规推出以后 大家对明年的这个固收市场 或者说资金的水平 是有一定的担忧的 那我觉得这个呢 可能要放到一个宏观审胜的 这个大的框架下来看 我们个人预见呢 我觉得明年对流动性的环境 我们并不抱过高的预期 因为金融趋抗杆 还是这个 在美元升息的这个背景之下 可能是一个 要持续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也相信 打破钢队的过程 并不会是那样一个 简单粗暴的结果 因为国家也会在这个 宏观审胜的这个框架之下 来有序的 来引导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想 这一切合到您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对明年 雇收收益率 在目前的这样一个 国家收益率水平之下 我觉得可能明年雇收的收益率 其实不能过于悲观 只要不出现流动性的风险事件的话 明年的在雇收市场的收益率水平 也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这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 我们对全一类市场 明年的收益率 略有一点点谨慎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回顾一下 2017年中国股市那些事 来看一下 2017年中国A股市场 用四个字来概括 就是波澜不惊 用一句话表示 就是上证指数平淡无奇 其他指数争其斗燕 各股天翻地覆 精彩分成 说上证指数平淡无奇 是因为截止到11月30号 仅上涨6.88% 与美股为代表的国际股市相比 可谓是平淡无奇 说其他指数争其斗燕 是因为在各大综合指数中 涨得最多的就是央视50指数 以41.95%的涨幅 鸡鸭群雄 上市的新股 占2985家上市公司的 0.97% 而跌得最惨的 新ST综合 跌了70.82% 跌幅在50%以上的 有106支 占3.55% 真可谓 一边是火焰 一边是海水 说各股精彩分成 是因为在2017年 大消费 钢铁 煤炭 有色金属 锂电池 人工智能 芯片等等 热点不断涌现 而白马蓝筹 更是贯穿全年 最为亮眼的一道风景 截止到11月30号 涨得最好的保险板块 涨了81.3% 涨幅在50%以上的板块 只有保险和饮料制造两个 而跌得最惨的农业综合板块 跌了32.84% 那么在2018年 中国A股市场 又将会是哪个板块的大年 热点又将会怎样去轮换呢 好 各位观众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2017央视财经论坛 继中国上市公司峰会的现场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2018投资大趋势的对话讨论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刚才我们导演 在短片当中用这样几个词 来形容了2017年的中国资本市场 说指数平淡无奇 争奇斗艳 各股天翻地覆 精彩分成 刚才也做了一定的解释 那么在马上就要到来的2018年 我们的市场会是热点 怎么来轮动 板块究竟有哪些呢 我们通过央视财经的微信公众号 也进行了一个相关的调查 现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调查的结果 这个调查结果是选择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汽车的分别以28%的支持率并列第一位 另外消费和金融分别以19%和11%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非常火爆的白马和蓝筹赢得了最低的支持率 这个支持率呢现在来看只有4% 三位怎么看这个调查结果 先从陆女士开始吧 我觉得这个调查结果呢 其实有一点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刚才听涨幅最高的是保险股 估计站在2016年末 很少有人会预测到这个问题嘛 所以我觉得听完这个叙述之后呢 我自己理解的话 这对于我们判断今年还是很有帮助的 就是抛开很多市场的因素 去考虑公司的实质的话 这其实对研究和投资者都是一个考验 如果让您选择您2018年最看好的哪个板块 您会选择谁 其实这题目比较难 因为我们也刚好刚刚发布了我们海同研究所 那个2018年的投资策略 当然里边重点的部分就是要看好哪些板块嘛 我想我就想谈一下这个金融板块 其实这个板块就像16年底的时候 很少有人看明白 这个保险会成为一个涨幅非常大的板块一样 就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谈金融呢 也有些这个像刚才短片里说平淡无奇 这个板块会出现什么机会呢 我们的理解呢 其实金融的一个特点主要是从估值的角度 它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就是跟这个业绩的增长 和他们的适应率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举银行的例子 银行我们主要是看那个市净率 目前的市净率呢 差不多是一倍左右 它处在2005年以来的这个估值分位呢 是处在下边的24%左右 其实是相对比较低的 而从业绩增长呢 我们预计2017年和18年增长速度 都是在一个回升的过程 17年大约是4% 18年大约是10% 所以结合到这几点 包括国际估值比较 其实银行是有估值优势的 然后再看券商 券商今年的业绩其实是下降的 这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从2005年以来 我们观测到的券商的估值 现在处于历史的就是最底部 几乎就是最低的一个位置 但是如果明年这个市场能够慢慢地回暖 然后这个投行啊 等一些市场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的话 我们预测2018年的券商的净利润 可能会有下降 变相这个微幅的一个提高 所以目前站在这个视点上来看的话 可能也是有一点的吸引力 然后再回到刚才涨幅最高的保险 保险我们做了一个统计 在2017年1到10月份 它主要的一个经营数据就是保费的增长 差不多是有20%的增长 然后我们预期未来两年 这个速度可能会提高的25% 就是这个增长率的环比还是在抬升的 而且净利润的话 17和18年的增幅可能是在32%到40% 所以说32%来解释 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板块 在2017年表现很好 我们相信2018年的话 用40%的涨幅 可能还是能从这个板块里 找到性价比好的品种的 所以您更看好的是大金融是吧 是我们最看好的之一 之一 那其他另外之二之三还有什么 能给我们做个介绍吗 如果板块轮动的话 您觉得还会轮到哪 其实这刚才都已经提到过了 因为我看那个观众朋友们投票里边 排名前两位的其实都是先进制造 排在后边的还有一些这个大消费嘛 我们其实主要的就是金融 先进制造和大消费 我相信那个另外两位嘉宾 可能对在这方面也会有更深入的一个探讨 好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卖方研究员和机构呢 都很不容易 都是靠这个买方的派点 这个杨先生作为买方的一个杰出代表 能不能先简单的评判一下 如果陆女士给了您这个观点 您会派几个点 那必须把我的派点全派给陆女士 我们为杨先生鼓鼓掌好不好 谢谢 除了金融之外 您更看好哪个板块杨先生 其实刚才您做的那个调查 让我是又金又喜 怎么说呢 首先我最看好的行业 就是您看好的这个排名第一的行业 就先进制造业 那我比较精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这么多人看好的话 那我们明年选股的难度 肯定是进一步加大了的 但是还好的是我觉得制造业 是一个第一大的行业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其实我想大家看好现金制造业 是大家认识到了这个行业 未来发展的趋势是向好的 就是行业趋势是不错的 所以在明年在这个大家的这个比拼 可能就在于对个股的理解和选择之上了 那我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还是继续看好这个现金制造业 如果说宏观一点 自上而下的来谈的话呢 首先我们讲了 刚刚召开的这个十九大里面提到了 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建设 是以这个供给社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逐步提升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 那在这里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就是我们国家的制造业 我们要从一个制造大国 如何转变成为一个制造强国 那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导向 且和大家刚才探讨了很多 过去几年的这个资金 在逐渐脱虚入实 大家越来越注重我们在这个制造业领域里面 实业新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政策支持 给我们的制造业发展 带来了一个很好的背景 好 刚才杨先生说 这个我们要从这个智能制造 先进制造业当中找到这个好企业 但是呢可能我们很多投资者 都觉得找到这个好企业 其实说起来简单 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那么在您的认识当中 您觉得先进制造 怎么先进才能算好企业 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标准吧 就是它在制造这个细分领域里面 能不能冲击全球前三 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过去很多所谓的传统的制造企业 或者说大家经常说的老经济 其实我们在制造业里面 已经有很多全球第一了 比如我们在钢铁 水泥等等生产里面 早已是全球第一了 但是过去几年里面 市门市场并不太喜欢 这样的一些企业 只是在今年的盈利恢复中 给它了一些机会 是因为这样的一些企业 它已经在这个经济增长 结构性转型的机会的大背景之下 它们的成长空间 或者是未来的成长的速度 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高了 相反 在一些新兴的领域里面 我们有一些制造业企业 能不能在细分领域里面赶上 我觉得最简单的对标 我们能不能去跟日本 韩国的制造业进行PK 同时战胜他们 这是我觉得我们选股的 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除了这个先进制造业之外 您还觉得在2018年 热点会怎样轮换呢 会有哪些行业或者是企业 会成为新的热点呢 其实我也看好消费 先进制造是我们看好的 这个第一个板块 第二个呢 我们觉得在消费领域里面 我觉得可能要 如果从选股的角度来说 我会强调品牌化的效应 也就是说 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 品牌的消费品 是不是能够卖的又贵又多 我觉得可能是未来 在选择消费品上面来说 值得考虑的一个尺度 那么第三个领域 我个人觉得可能 市场上大家谈的少一点点 我就提供一个新鲜的角度吧 我自己叫做在 丑陋的行业里面 去寻找龙头股 就是在一些 大家觉得并不是那么吸引力的 并没有那么有吸引力的 可能成长率也没有那么高的 行业里面 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些 价值性的 投资性的机会 那这个如果有机会 我可能等会再进一步展开 好 没问题 最后再问您 这是我们可能很多投资者 都很关心的 就是您刚才说到的 这些板块 如果在2018年 让您来布局的话 您觉得可能会对您的产品 带来几个点的盈利 您有过框算吗 我刚才说的 这个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收益 我是对全市场 做了一个评价 因为我觉得可能 全市场的这个盈利增长 也就落在这个区间里面 但是作为机构投资人 我们肯定不能满足于 这样的一个收益率水平 我们的目标是要去战胜基准 战胜行业 所以我相信 如果通过我们 努力的各股选择 做好风险控制 其实在这些领域里面 找到一些 20%来自30%增长的企业 其实还是很有机会的 谢谢 接下来该单斌先生了 刚才这个杨先生说 这个我们投资者 一致看好的这几个板块 他也看好 可能怕担心这个竞争者多了 可能就需要精挑细选了 但是我们看到呢 排名最后的这个白马蓝筹呢 也许您看好 只有4%的人 估计没人和您竞争 您看好吗 所以说我觉得很奇怪 刚才那个调查的那个123 实际上是大家的 还是集中在这种最好的 就是什么 这个景气周期最强的 这几个行业里面 但是恰恰呢 又是现有的 表现最好的白马蓝筹股呢 他们是受益者 但是呢大家还都不看好 只有4%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央视武林 这个明年还有战胜市场的这个概率 否则的话如果要是说 大家都认为延续这种情况 我反而觉得这个心里一凉 所以说我很有信心 明年取得和今年一样的这样一个成绩 这是我自己的这样一个判断 当然对我来说呢 这个如果三个选的话 我最选看好的还是消费 2035年和2050年 如果中国真的是成为发达国家的话 那么我想所有的细分领域的 这些这个企业都会有15年 甚至更长期的一个表现 因为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成熟市场 对消费的企业的估值 它是非常高的 我们说哪怕是高端制造 就是说它的估值水准 比这个消费来说 还是低了一个层次的 实际上真正的这个能够 长期的胜出的行业呢 消费是应该说是 不说独转凹头吧 至少也是这个前三名吧 就是从全世界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 我最看好的是这个 然后第二个呢 如果你认为人类的未来 是由VR云计算 人工智能大数据 无人驾驶决定的话 那么未来 我觉得这个方向的许多龙头企业 那么应该值得大家重视 实际上在全世界我们看 这一类的公司都集中在 这个资源呢 完全集中在大公司的手里 而且呢你比如说像云计算这个行业 它已经突破了百分之行业的临界点 出一种加速快速上升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这些资源呢 全在像这个美国的五大这个互联网公司 中国的这个BAT这样一个公司里面 所以说这个领域呢 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 当然很多人说 你能不能找到下一个茅台 下个腾讯 实际上我是认为呢 实际上是你与其找下一个茅台 下个腾讯 现在的腾讯就是未来的腾讯 因为它的资源在这里面 好谢谢丹先生 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 让各位来宾提问 大家没有人问茅台的事 这个既然丹先生刚才自己说到了茅台 那我们就说一说茅台 这个丹冰先生说看好这个消费 是吧 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茅台 算食品饮料当中的 也算消费概念股 也算食品饮料 但是呢在前两天 我们财经频道做过一期资本市场的节目 专门分析了食品饮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今年以来这个食品饮料 已经上涨超过了50%了 在板块当中 涨幅绝对是前三位的 但现在怎么给我们投资者 再算一算账 我们觉得接下来 已经涨了50%了 还能怎么有空间 您这个账是怎么算出来的 好吗 实际上因为在这个大众场合 我特别不愿意算 这个 它是这样子 你比方说像我们 这个比较清新的龙头的 这个像白马茅台吧 我只是举例啊 我只是举例啊 那么它未来的2017年 2018年的利润增长呢 大概的空间呢 我们自己测算的 大概是在30%左右 那么以这样的一个增长的话 而且是实际上 我们大概算到 2025年 我们自己推算的 在未来的七年之间吧 它的符合增长 应该是在21%到24% 实际上当一个企业 有这么长期的 一个符合增长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企业的 这样一个成长的空间 还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 实际上 当然不仅仅是茅台本身了 就是说实际上在很多的 中国细分的领域里面 你比如说像 范林榨菜 像这个海天味业 就是我们中国特有的 这种文化的这种龙头企业呢 都因为在细分领域的表现 一个像这个品牌集中的 刚才杨总说的 像这个品牌集中化的 品牌化的这样一个方向 集中的话 它们的利润的增长呢 都是非常确定的 未来长期的 有个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 所以说呢 我觉得呢 这一类的投资呢 是比较确定的 也是海外的机构投资者 喜欢这个 这个投资这样一些方向 所以说我觉得呢 消费的企业 可以稳健的增长 这么长时间的话 应该是个首选吧 如果您要把它当作 配置的首选的话 您刚才看好的 这两个板块 一个是消费 一个是人工智能 是吧 这两个板块 如果您要是 在2018年做配置 那肯定期待 获得超额收益 您觉得能给您的组合 带来几个点的超额收益 实际上 今年我们的回报 平均是百分之 七十八十吧 这样的回报 我觉得我放低一点 我明年的回报呢 我想应该有个 百分之三十左右 这是根据我们的组合当中 这些企业的 未来的盈利增长 我大概给了 实际上这些公司 今年都给出的 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 比如说三级报 茅台增长了百分之百一十八 腾讯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一 我想明年的这个增长 这个有百分之三十 像腾讯这样的百分之四十 我觉得还是有 有这样的大概率实践吧 所以说我觉得呢 明年的大概率 如果它的估值不变的话 应该还是有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 我们想听一听 赵渊源女士的观点 其实刚才都会嘉宾 也表达这样的困惑 你让我们选一个 看好的行业 其实我这里 最看好的行业的话 应该是现金制造业 也就是说我最赞同的是 杨仲的关联 刚才杨仲说了很多 说实话我已经觉得很感动了 那我就稍微补充一下 可能会支持这个观点的 第一个的话 就是大家知道 其实明年的话 我们经济里面的几个引擎 出口 房地产 投资 其中房地产这一块的话 可能在一个比较大的 诸售并举的一个大的背景下 它的一个承担起 我们增速的一个引擎的作用 可能会减弱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可能需要找 这么一个行业去补账 那这个行业需要具备哪个特征 第一个它肯定要 有上下有一个带动关系 就是说它不能只是自己发展 它还要把整个产业链上带起来 第二个的话 它就是必须要吸纳一定的就业 这个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那所以我觉得 最有可能的就是制造业 所以的话我觉得先进制造业 从国内的一个经济增长来说 是必要的 第二个的话 我们也考虑一下 就是整个国际的环境 我们必须要发展自己的一个 替代性的先进制造业 这是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的话 就其实最近的两三个月 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一个政策导向 从最开始的话芯片 然后到5G 大家还记得 然后包括前几天 应该大印象深刻 就是云 大数据 其实这一些 它们都有共同特点 它们都是属于先进制造业的范畴 所以的话 从这个决策层的 目前就 最近两三个月的一些 出台的政策导向来看 我们也能找到证据证明 就是先进制造业 可能是明年的一个政策的重头戏 所以我这最看好的是先进制造业 然后再补充一下 看好的其他行业 消费里面我比较看好 医药 然后金融里面看好保险 这个是同一路种的观点 另外的话 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 就是诸售并举这个 会让整个这个租赁产业链上的很多企业也是受益的 另外我再提一下军工 虽然这个不是很确定 但是如果随着这个军队系统的一个反腐 它慢慢的这个期许结束 我们能看到电单的一个反转的话 可能明年也会有机会 这个就是我的一些观点 谢谢 好的 谢谢赵女士的观点 接下来该柴总了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您投资了很多这个高端制造的相关产业 我们这个投资一级市场更注重的是它的成长性 您更看好哪个板块原因是什么 柴先生 更看好的是那个这个高端制造业或者说先进制造业 这也是我们那个基金前两期 就是说回报最高的这个行业 另外呢我们最近就说那个走访了一些政府的那个引导基金和母基金 那个在长山脚和珠山脚还有北京这边 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 这个基金规模 政府的基金规模大概在两到三万亿吧 这个初步的来统计了一下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把这个现金制造业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所以呢我觉得在整个就是说这个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大力的关注下呢 我觉得这个行业未来可能就是说会涌现出来 就是说两个特点 一个西风行业的那个企业涌现会越来越多 这种零星企业会越来越多 另外呢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来布局这个现金制造业呢 未来这个回报是完全是可期的 好的谢谢柴总的观点 我看刚才就有这位女士举手了 您是想提问是吧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这个第一排 第一排的这个白衣服的女士一个话筒 谢谢 感谢主持人 其实我是想回答您刚才一个问题 因为您刚才问这个杨总 就是说先进制造业那么怎么判断如何先进 杨总回答的是市场份额全球第一 我也想提供一个这个中段中间位置那么一个指标 因为从技术到专利到产品到收入到市场份额 其实是有一个很长的传导过程 一个链条比较长 但是专利其实是阶段性的一个成果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它的技术领先 那么体现在专利上面的话 这是可以量化可以衡量的一个指标 比如说现在的5G标准可能正在 明年3月份6月份就可能会产生第一版本的5G标准 那么事实上如果相关的专利的话 就会成为标准比较专利 那么也就意味着在这个通讯行业会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其他的专利或者技术可能都没有这个标准比较专利 所以我是想回答您刚才的一个问题做一个补充 谢谢 好的 谢谢 我们在座的各位来宾还有想问台上嘉宾的问题的吗 好 这位先生第一排 我想问一下单宾先生就是说 2018年这种行情是结构性牛市呢 还是结构性熊市呢 还是用慢牛来预测一下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个我大概率认为呢 还是延续2017年的这个走势 2018年 而且我认为呢 这种变化呢 这种变迁呢 是长期的方向 实际上从我们在海外的经验来看呢 比方说在香港或者在美国 基本上是围绕了前100只股票交易的 这个你比如说香港50万 51市值以下的公司 它的每天成长只有50万 这510市值以下的公司呢 它的这个每天成长只有1000万2000万 一般的专业机构都是围绕着 1000亿市值以上的公司买的 实际上中国的A股市场 应该是到了一个变革的时代了 应该是港股化和美股化 这个大方向是个确定的 所以说我认为呢 2017年的方向 不仅仅是2017年的这个结果 而是指示的未来的一个方向 2018 2019 甚至一个到2028 甚至2049 是一个长期的方向 所以呢 我们要搭得上这个风格切换的 这个转换的思维 有很多投资者呢 转换不了这个思维 觉得自己固有的思维 这个炒小的 炒这个高宋转就能赚钱 现在这种时候 好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还有投资者有问题吗 来 有请 你好 我想问一下杨总 因为我们呢 是一个大的散户 然后呢 就是你们 这是专家所说的 涨啊 这个涨 那个涨 但实际当中 我们散户本身呢 也跟着你们所说的 就买了 我们实际当中 并没有得到 就是好的回报 甚至大部分都是亏的 那你认为 我们接下来 2018年 在新的一个年份当中 对于我们这种大散户 或者说小散户来说 我们应该 就是更细化的 应该怎么做 跟着你们专家说的做呢 还是说我们要 这个跟着机构去做理财 这样你给我们一个 更明确的一个指引 好 谢谢杨总 来 专家 您说吧 首先呢 那个我要澄清一点 因为我们是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就是 就是大家经常说的买方 但是我们其实 一般不对市场上发表 尤其是个股的观点 就是说 就是说 如果说您说 听到哪个基金 尤其说你听到 华夏基金在干什么股票 或者说 做这样的传言 我确定一定要谨慎 刚刚您说的这个现象呢 我觉得确实存在 就是在过去的 这个很多年里面 我正好也做了一个统计 从2004年到现在 那么基金公司 或者说我们以股票型 或者加上偏股型基金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 它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一直在战胜市场 他们能够取得一个 就是像您说的 相对于散户投资者而言 可能较有 较好一点点的 一个投资成绩 当然呢 基金公司在某些年份 确实是落后的 因为我看一下 从2004年到2017年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 基金领先市场 年化只有3% 这其实是大大低于 我的预期的 因为我们觉得 可能基金公司 在这样一个市场里面 应该取得一个超越市场 接近两位数的回报 可能才是正常的 然而如果我们把市场 把这个 这么十几年的数据 拆开来仔细地看的话 基金公司作为一个整体 只有在几个年份里面 是输给市场的 2007年 2009年 2014年 这三个市场 在三个市场大牛的过程中间 基金公司确实难以战胜市场 因为在那个时候 就叫鸡犬升天的市场 比如说2007年一年 全A指数 战胜了基金公司 将近40个百分点 也就是那一年 我们比市场差得远得多 但是在大部分的 相对比较平稳的 或者偏弱一点的市场里面 那么基金公司 基于专业投资 进行结构 进行深入基本面的研究 基于价值来进行投资 一直都是在战胜市场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可以给您一点建议 如果您判断 明年是一个大牛市的话 我建议您选择一个 全市场的指数进行投资 可能是一个最占优的策略 如果您明年继续看好 这个市场是一个结构性的 可能是一个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平稳 需要靠选股来胜出的市场的话 也许把钱交给基金公司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这个陆女士有补充吗 我其实刚才真是忍不住 想补充一点 刚好因为有另外一位投资者 问这个风格切换的问题 因为我这里就提供一组数据 因为我们的客户 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也是想问2018年风格 到底能不能如很多人所愿 切换到这个中小板块 首先一组数据呢 就是A股市场的风格呢 在历史上 当然历史不能印证之前 差不多是两到三年切换一次 我们可以说从长期来看 股票市场是称重机 但是短期的风格的切换 是有很多种因素决定的 比如说货币政策 参与的机构投资者 和这个散户的比例 也包括这个板块的 这种业绩的一个轮转嘛 还有一组数据呢 就是我们的上证五菱 现在我们测算了一下 它基本上是从2017年的 一季度的0.8倍的PEG 就是PE跟这个增长的一个比值 然后差不多现在上升到了1 这是什么水平呢 历史上是一个中位数的水平 但是我们的中小板指呢 我们测算了一下 目前PEG差不多也是1 这个呢是在历史上 比较低位的一个水平 所以我们基于这个 各种各样的测算 并且就是也考虑到 2018年有一个机构投资者 占比还会提高的 这么一种势头 所以我们认为呢 有可能在2018年是 价值龙头和成长龙头 携手共进的一个层面 价值龙头大家都分析过了 所谓成长龙头呢 可能就是从我们刚才分析的 这些先进制造业 这个新兴消费里边 寻找一些业绩有支撑 估值能够和它的实实在着增长 匹配的这么一类公司 好的谢谢各位 刚才台上的三位嘉宾呢 分别提到了消费 提到了先进制造和大金融 其实不管是哪一类呢 都是我们中国资本市场 不可或缺的力量 都是我们中国经济前进的动力 所以呢 我们也真心的希望 我们资本市场的投资者 能够搭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快车 实现自己的正收益 也期待着我们的祖国 国富民强 感谢各位嘉宾 来到我们的论坛现场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